设计师以熟练的减法技巧 认真的为长辈设计发型 经过设计师的巧手之后 每个人都焕然一新 看到他们开心的表情 对于这群放下工作 分毫未取的美法师们来说 就是最大的快乐 刚开始我第一次来这边我会害怕 然后我们就是要学着尊重他们 他们都没有办法帮助别人 施比受更有福 迦南精神护理之家的住民们 因为精神上的一些障碍 即需要有专人在旁协助日常生活起居 也因为种种的因素无法经常修剪头发 因此物社及普里山民等私职会 特别联合举办议检活动 对于私职会的善行义举 让院友们能够有个漂亮清爽的发型 院方也特别致整感谢状 表达感谢之意 其实私职会一直以来都会有定期的到我们这边 不管是探视我们的住民 或者是提供一些物质的捐赠 那他们其实大部分对于自己的外表 跟服装一种可能都是比较没有 就是比较不会自己打理的 那我们这边因为住民的人数比较多 那工作人员有限的部分下 私职会提供这样子的协助 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对家属来说也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帮助 因为他们可能会没有比较多余的金钱 可以协助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的部分 身为私职会有的县远黄志学表示 私职会热心公益 这次特别结合美法业者举办议检活动相当有意义 同时也期望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呼吁更多的人一同参与社会公益的活动 那么每年私职会都有对一些弱势团体来做公益活动 那么今天看到这些嘉南医院照顾的这些乡亲 那么也大家都很听话很守秩序 这些师傅大家发挥爱心 共同跟私职会一起来做公益 让他们捡起来看比较有精神 美法师们忙着捡法的手一刻没停过 经过一整个上午的时间 总共服务了上百位的住民 主办单位也呼吁更多的公益团体 能够共同来竭力 协助运游们整修门面 不仅照顾弱势族群 更温暖住民的心 民意新闻洪业伦普利采访报导